受风箱老人会26号举办112年度的岁末乐林联谊活动 现场学生会亲自到场和长辈们同欢也现唱了耳熟能详的客家歌谣 让在场老人家们一起跟着音乐摇摆合唱 场面非常温馨 现场展现亲和魅力 处于与现场长辈们之意 他表示花林县长照覆盖率99.94%是全国最高 长照站、文件站、关怀据点等福气等等 一共有367个据点 全县内170个村落 每个村至少有两个据点 感谢所有地方协会社团人员在背后默默的支持 宣服举办活动以及长照业务 大林县是177个村 但是我们有360几个站 那是真的第一个我要谢谢所有的 因为这些站都要社区发言协会来提 来乘坐 或者是我们很多的协会来做 来帮忙执行 所以这个县政府跟地方的协会 还有我们很多的社团是伙伴关系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个长照2.0的经费 在这个社会处还有这个卫生局 跟庄争取到相当多的经费 经费要执行就要看靠大家一起来 所以这位要谢谢大家 但是有在马爱舞学生 马爱舞人对不对 对 这一些就我们大家走出来晒晒太阳 让自己心情很好 宣言林平阳也向长者们致意 同时也说明经验度 向地方争取了建设 那平阳啊 这次也在大会之中 那也强力的希望啊 我们在花东铁路的一个电气化 双轨电气化的一个改善之中 那这一次也感谢不坤级委员 争取170亿的这个相关改善 我们花东铁路的这个建设 从花莲市一直到吉安 那总共有7处的这个危险的这个铁轨 铁轨高架化啦 那我们也期盼这次在改善之中 也能够将我们寿风箱 大家知道 我们寿风箱的火车站 高架化是用土蹄的方式啊 一直以来也困扰着大家 我们希望能够纳入改善 把它变成圆柱状的那种 这个高架化 不要是土蹄啊 土蹄很像把我们 风山风里风平 还有共和切成两半 那我们也期盼啊 接下来我们也强力 希望能够列入改善的计划里面 说风老人会会相当在多 平常在风里村碧莲市旁的 村活动中心就会交流 地方社团也在此开设日拓战 带领长辈们从事休眠的运动 定期测量健康状况 也举办夏日团康活动 现在学生会鼓励长辈们 都走出户外参与社团活动 因为拥有健康的身体 不但自己有生活的轻松愉快 也是支持我们的福气 记得join 从文教导